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网站 首先网站原理已经为大家介绍了 Get Hired Online 进行在线雇佣 成为自由职业者赚钱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平台的网站优势 这个平台提供多样化的网站模式 只要你是拥有某一项突出技能的自由职业者 都可以参与这个平台 比方说Tech and Programming 科技类的编程类 设计类创意类 翻译写作市场营销 商业 数字化内容和简单小任务 等等 不论你拥有哪一种技能 都可以加入这个平台 下面我们直接点击下方的 Register as a freelancer 进入注册页面 注册时需要填写的信息 包括用户名 电子邮箱地址 密码 确认密码 注册前提醒大家 本期视频建议大家完整观看 网站的地址 我会发布在视频介绍当中 大家观看完视频之后 可以直接点击注册 下方的这个location 是你所在的国家与地区 这个地方是默认不需要你进行选择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China 说明这个平台完全支持中国 之后点击我同意使用条款和隐私政策 点击continue继续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三个社交媒体账号 进行快速注册 包括谷歌账号 Facebook账号和Twitter账号 等击continue按钮之前 可能这个网站会要求你完成人机身份验证 完成之后就会进入到现在这一步 我们可以看到注册之后 还需要完成四个简单的步骤 第一步是email verification 也就是邮件验证 这一步需要你进入你注册的邮箱当中 查收一封来自这个平台的验证邮件 完成相应的验证 如果你没有收到验证邮件的话 可以点击此处rescentemail 重新发送验证邮件 在你完成邮箱验证之后 会有一个绿色的文字提示 之后我们进入下一步 Language Selection 这一步需要你选择你能够理解的语言 那么这一步的选择也对你后面的接受 如果你是接受语言类的任务的话 那么这一步就相当的重要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下拉语言列表框 可以看到这有英语日语西班牙语 中文简体中文繁体等等 那首先这个地方我将这个地方选择Chinese 这个中文简体 这个地方勾选的话是代表 这个是你的native language 也就是可以被理解为是你的母语 它为了验证你确实是懂这个语言 需要你在下面输入这个文字 我们按照它的要求输入这个字 OK它这个地方有提示到 语言成功添加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个语言 比方说这个地方我懂英语 这个地方我选择English 这个是people这个单词 好在这个地方输入之后 我们同样那这个地方相当于是 已经验证了两种语言并且已经添加了 好下面这一步尤其重要啊 如果你是掌握多语种的话 你想在这个平台上接受语言内的任务 那么下一步这个地方有一个Receive Translation Requests 这个相当于是接受翻译的请求 如果说你将这个打开的话 这个选项那么你就会接受标准的和这个light 应该是简易的一些翻译请求 相当于是有客户需要做翻译任务的话 那么你就会接受到 好我们点击Next Step 下一步 好我们进入第三步 这个步骤被称为Work Category Selection 是工作类别的选择 很多朋友会发现注册一些知名的自由职业者平台 由于竞争很激烈 那么在注册之后呢 可能说任务没有办法分配或者什么样子 那这个平台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在你注册的时候 先让你选择你擅长的这个工作领域 那比方说第一个是Translation and Localization 就是翻译和本地化 第二个是Writing写作 后面的像这种Marketing啊 市场营销啊和调查啊 还有科技编程之类的 这个地方我打个比方就选择 第一个翻译和本地化 还有一个写作 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啊 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擅长的领域 客人建议你直接选择这个Simple Tasks 这个简单任务和其他类别啊 好我们点击下一步 最后需要你同意一个协议啊 这个协议其实就是有关于这个 Confidential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相当于是什么隐私啊 和个人信息之类的一个东西 这个可能大概就是说 要你去保护这个 因为你是在自由职业平台 上面去接任务嘛 那么你客户的一些这个个人的一些信息啊 或者说一些保密的一些东西啊 需要你去保密吧之类的 就是这种相当于这种样的协议吧 可能 好我直接去点击这个 Accept 好我们直接点击Let's Try 好现在我们已经正式注册完毕了 那么现在我们先看到这个账户右上角这个地方 这地方已经出现美金的图标 并且在右侧标示你在这个平台上赚取到的收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台上提供的这个任务类型是很多的 比方说现在的这个English Writers for Japan Tribal and Cultural Articles 这个相当于是需要一个英语的一个作家 一个作者啊 后面的这个文字内容揭示了 那么它的这个要求是要你写一个有关于日本旅行和文化的一个文章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属性是Writing General Writing 那么相当于是写作类的一个自由职业 那这个地方的蓝色的这个部分显示了这个任务的状态 In Progress 那相当于是你是可以接这个任务的啊 这个地方有任务发布的时间和 Application Deadline 就是你申请的这个最后的日期 相当于是本月底之前都可以申请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Applications Count 这个相当于是应该是已经申请的人数 所以说大家可以结合这些有效的一些数据来综合筛选 适合自己的一个任务 那么这个地方有大概的这个这个Budget 这个是预算啊 其实就是这个客户的一个预算 那你也可以结合这个数据来查看 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时 能够获得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收入状况 好我们简单看一下第二个任务 这个叫United States Product Test Wanted 相当于是美国产品的一个测试员的一个招募啊 那你是可以收到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present 就是你可以收到一个礼物 估计就是一个食物的一个一个商品吧 这个地方收到Japanese Face Wash 是这个东西 那么会要求你去填一个这个调查表格 这个地方有详细的说明啊 他们是在寻找一个 一个可以成为这个产品测试员的人 那这个要求就是有一定的门槛了 这个是要求是美国的本地的一个公民啊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任务的时候 就不要盲目的去去接这个任务 还是要结合一下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 我们点进去具体看一下这个要求 下面这个奖励部分 大家也是最好读一下 因为这个测试是包括一个需要一个购买的费用啊 所以说个人也不建议大家去尝试这种需要提前花费的任务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任务的筛选呢 还是有一定的技巧 大家可以自己去去琢磨一下 怎么样筛选自己中意的这个任务 这个如果说有语言方面的障碍呢 我建议你使用这个浏览器的在线翻译功能 去翻译一下这个要求 其实呢你也可以使用左侧的这个专门的这个任务筛选工具来进行筛选 比方说这个要求的这个技能 还有这个预算情况 还有一些关键词 你想去做什么任务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搜索 有一些朋友在注册之后可能会进入到这样一个页面啊 那么这样一个页面的话 它会显示到你现在不能够申请任务 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去完成这个ID verification 就是你的这个身份验证 这个地方提醒大家 这个平台上的有些任务可能会要求你完成一个身份验证 如果你觉得这个过程比较敏感的话 不愿意去接受这个验证的话 那我就不建议你操作这个网站项目 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频道发布的其他网站内容 我们看到右侧有一个资料完整度的展示 这个地方是大概20% 也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是可以去完成的 如果你遇到没有任务可以接 或者说你的这个面板 任务面板是空白的话 那我建议你去补全一些相关的信息啊 可能会去提高你接受这个任务的一个概率 最后我们来讲解一下收款部分 我们将鼠标点击到这个账户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点击payout进入到这样一个页面 这个平台支持的付款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主流的被保收款方式 第二种是银行转账 当然这个仅支持日本的这个银行 最小的收款额度在这个地方有很明确的展示啊 这个地方的单位是日本的这个货币的这个单位 当然如果说换算成美金的话是最小 10美金就可以收款 下方可能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啊 那么想要顺利收款的话 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全收款信息 被保的收款方式在此处补全收款信息 银行转账在此处补全 讲解完收款 本期视频录制到这个地方 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 为大家总结一下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了一个 可以接受各类型任务的自由职业者网站平台 这个平台支持主流的被保收款方式进行收款 当然也可以使用银行转账进行收款 银行转账的话只支持日本的银行 觉得这个项目不错 不要忘记点赞支持我的创作 喜欢本视频 不要忘记复制本YouTube视频的链接 并将其分享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观看本教程 看完本期视频 还想获取更多免费网站教程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免费网站博客 有网站 博客地址 我会发布在视频介绍当中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进入 想和大家交流网站心得与技巧 欢迎加入我的免费电报网站群组 群组地址同样可以在视频介绍当中找到 非常感谢大家 对本期视频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对本期视频的观看